咖啡浆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咖啡机如何选择 马上就要过年了 不少小伙伴可能要准备年货 家里边要添置一些能够提升生活品质的家电 物件之类的 因为每个人的使用的场景都不一样 预算也都不一样 我今天不会给大家结论说去选择哪个品牌 什么样的型号 我会从购买者的一个角度来给到你们一个方法论 让你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会有更清晰的思路 首先咖啡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厨房家电 因为它是属于新型的小家电的范畴 所以说现阶段它不可能像是烤箱 电磁炉 微波炉 这样成为一个比较大众的刚需品 所以我观察到不少的家庭买了咖啡机之后 他们也不会放在厨房里边使用 可能会单独的放在某一个角落来使用 这就要求我们的家用咖啡机必须要小巧 方便放置以及能够有一定的操作的空间 咖啡机的品类无非就这么几类 全自动咖啡机 半自动咖啡机 胶囊机 接下来我会从家庭场景的友好度 以及做出来的咖啡的味道分别来谈一谈 每种咖啡机它们各自的一个特点 胶囊机基本上市面上主流的这些款 我都有长期的使用过 测评过 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就是确车的Nespresso系列 以及Docicusto系列 这两个系列我之前专门比较过它们各自的优势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考古看一看 其余的别的家像Lava's Blue系列 一粒的胶囊 味道可选性很少 而且它更新比较慢 米家也还OK 能够兼容Nespresso的胶囊 另外NespressoVirtual的大胶囊系列 相比它的小胶囊 只是胶囊的咖啡粉变多了 能做出来的咖啡的浓度变高了 其余的其实也没啥太大的提升 另外戴塔的胶囊机可能大家了解的比较少 它的胶囊的味道以及可选性 都是可以和Nespresso抗衡的 只不过就是在胶囊的设计上 它的胶囊壳子是塑料的 胶囊咖啡机是我认为对家庭友好度最高的 因为它的学习成本几乎是零 不需要你用额外多余的时间去研究琢磨 就能喝到一杯还算不错的咖啡 当然不是属于自己的ideal的味道 再说一说胶囊咖啡的价格 胶囊机它相比半自动咖啡机 全自动咖啡机 它的机器是最便宜的 但是它的胶囊相比咖啡豆的话就非常贵了 我自己是喝咖啡频率非常高的一个人 我一天要喝6到10个胶囊 所以说按照我的喝咖啡的频率的话 一个月的胶囊的成本就要1000块钱左右了 喝咖啡的成本其实就有点高了 如果咖啡豆的话 一个月我就用3公斤的咖啡豆 也就300块钱顶天了 所以说如果喝咖啡频率比较低的话 胶囊咖啡它还是方便的 另外如果你买咖啡机的预算是在2000块钱以内 我建议最好是买胶囊咖啡机 这个预算最好不要买半自动或者全自动咖啡机 半自动咖啡机它是属于这三类中学习成本最高的 对家庭的场景最不友好的 购买之前一定要慎重的去考虑 我之前有做过一期半自动咖啡机的诞生时 也讲过不少咖啡机品牌 他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现在大家家里面常用的这种半自动咖啡机 无非就那么几个牌子 德龙的 伯父的 惠家 Solid Smeg等等 有人问我怎么没有辣妈Kids Slayer这些 我们今天主要讲讲家用的咖啡机 那些针对咖啡门店经营的咖啡机 我们就先不讲 其实有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 是不是我买了一台半自动咖啡机 我做出来的咖啡就很 Amazing Amazing 并不是 也有可能是一杯很Terrible的咖啡 因为半自动咖啡机它需要极高的学习成本 它也需要单独的再配一台磨豆机 当你花钱买到家里面之后 你可能你都不知道怎么去操作的 于是你就各种上网搜教程看视频 于是你就可能认识了我们 那是通过咖啡教程认识我们的小伙伴 请Q1 另外你要学习抹粉调整粉量控制萃取时间 打奶泡等等各个环节都要学习 那忙活半天 结果你发现你做出来一杯咖啡 是难喝的一匹的半成品的咖啡 所以说你前期一定是会浪费很多咖啡豆牛奶 这个都很正常 不过通过你长时间的屡做屡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不断里击制作经验 那这个时间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之间 那你才有可能做出来一杯很不错的 自己喜欢的咖啡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嫌麻烦的人 或者是比较享受自己手动制作 或者研究的这样一个过程的人 那你可以选择半自动咖啡机 那在理想状态下的时候 那半自动咖啡机它做出来的咖啡的味道 是这几个种类的咖啡机中最好的 那最后再说一说全自动咖啡机 那向大家接触比较多的 德龙 菲利普 西门子 优瑞 梅乐加等这些品牌 那全自动咖啡机 它通常会比半自动贵那么一些 因为它的设计的原理以及部件会更加复杂 那但是呢 它对家庭客户的友好度会更高 那不过呢 也是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的 那但是它不像是半自动咖啡机那样 每个环节都要掌控 那通常呢 全自动咖啡机它是通过调节 咖啡机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按键 和程序啊 这样的一个设定来完成一杯咖啡的制作的 所以说需要我们去熟悉它的设定以及程序 那全自动咖啡机通常会内置一台磨豆机 还有自动打发牛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是需要我们通过调节磨粉的粗气来调整意识浓缩的状态的 所以说操作全自动咖啡机也是需要一点点咖啡制作的基础认识 那需要判断做出来的这个咖啡油脂是否充足 咖啡豆是否新鲜 那咖啡萃取量是否和牛奶能够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等等 那全自动咖啡机啊 也是能够做出来一杯味道不错的咖啡的 只要自己的咖啡豆足够好 咖啡豆新鲜 拼配合理 那这杯咖啡理论上来说 它味道就很不错 也不会比半自动咖啡机差到哪里去 那希望大家看完今天的视频呢 对自己选择咖啡机啊 有一定的帮助 能够通过我的解释 找到适合属于自己的家庭咖啡的一个解决方案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